大家好,7月31号美国又对中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制裁 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冻结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及其前委员、政委孙金龙与现任司令员兼副政委彭加瑞 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有可能拥有的任何资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声明中谴责 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的行径可谓事迹污点 制裁的原因是前数三个被锁定的目标 被控侵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 包括大规模任意扣押、强迫劳动、施以酷刑 美国政府7月9号才以同样的原因 对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四名现任与前任新疆官员 及新疆公安厅实施同样的制裁 而陈全国正兼任该兵团第一政委委员 那现在整个中国有六个官员因为新疆受到美国制裁 美国的财长梅努钦发声明 美国正承诺运用其所有的金融力量 追究新疆和全球的人权侵害者责任 冻结 陈全国在美资产还将禁止美国人和孙鹏 以及该兵团有生意往来 蓬佩奥在声明中指控 该兵团直接涉及新疆维族 与其他大多数穆斯林的少数民族 遭到大规模关押的情势 并呼吁各国加入美国谴责中共 迫害人权的行列 蓬佩奥还说 国务院也将对孙鹏申请美国签证设限 该兵团是中国目前仅剩的生产建设兵团 是大型的军事政治企业合一组织 下辖14个师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 OFAC指称 该兵团受中共指挥 掌管新疆数十亿美元的发展计划 包括开采矿物及能源 以加强应对新疆的控制 其被外界视为一个国中之国 下辖城市大学与媒体 那么 美国对中国新疆建设兵团进行制裁 之前也都用了马格尼茨法案 大家可能不知道马格尼茨法案 马格尼茨是一个人名 是俄罗斯叫赫密塔吉基 塔吉基基的管理员 他是一个大胆揭露俄罗斯贪腐的律师 曾经揭露了一起涉案金额 达2.3亿美元诈骗案 2017年的时候 美国财政部宣布 依据与俄罗斯人权问题捆绑的 马格尼茨法案制裁5名俄罗斯人 其中包括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 拉姆赞卡德罗夫 所以马格尼茨茨名单 现在已增至49人了 那这个马格尼茨茨基 在受到逃税指控 于08年被俄罗斯警方逮捕 积压期间在狱中遭受毒打 并因心脏病发作 于2009年的11月 在莫斯科的水兵寂静看守所去世 他的去世引起社会巨大的轰动 也包括在西方 俄罗斯随后对马格尼茨基的死展开调查 普京称此事为悲剧 但这是俄罗斯的内政 2011年7月 美国国务院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警察部门以及看守所60名有关人员 因为马格尼茨基之死负责 并将他们列入黑名单 拒绝向他们发入境签证 俄罗斯的外交部 此前多次对该法案予以强烈抨击 称这是美国部分人试图恢复冷战之举 那可以看到美国用国内法干预别的国家的内政 多次了 那他强调的是人权 就美国现在总是高举着人权 把这个人权举得非常高 我最后再给大家 再给大家把思维升上去 自己思考一下 美国主张人权 那么因为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内政侵犯了人权 他认为他需要出面为别的国家 为别的国家提供人权上的道义上的支持 那就立人权法案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是什么呢 特朗普是第一个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那对新疆这个事情 曾经包括日本英国欧洲国家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想要提出对新疆人权问题的谴责案 其实美国应该是投 美国带头应该提案 但是特朗普第一个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大家知道退出以后就不需要投票了 我不参加 你们去干 你自己想 我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我之前一直说 特朗普是支持中国在新疆进行维稳 因为他也知道穆斯林 穆斯林如果在全世界 用穆斯林的方式进行扩张 那对基督徒也不是好事 所以川普 他是对中国新疆这个事情是点头的 但是他又用新疆这个事情与中国进行博弈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个总统川普 他是两面 他既用国内法给中国做一些这个制裁 但是他又不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对中国新疆人权这个事谴责 他不参加 你们去干 让日本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 还有这个英国 五点联盟 加上一些欧洲国家 那些国家是 他并没有什么实力 按理说这个美国是人权大头 但是他上了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就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总统 他是多面 他一方面需要跟中国博弈 那需要拿你一些污点 同样他自己身上也有污点 他也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当这些国家需要美国出面 带着这些国家一起对中国施压 在联合国 美国退出了 我不参加 我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所以新疆这个事情 在联合国就没有任何反应 就说白了 现在只是媒体层面 大家对新疆这个事 你一言我一语 在联合国没人提 为什么 美国都不提 其他国家提了也没有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上的事 很多事吧 你看我一语道破天机 我希望大家看这个新疆这个事情 看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好 不要跟着一些海外那些媒体 玩自由民主那些人走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分几个层级的 美国总统川普 他也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 违反人权 美国在违反人权的事上少干了吗 穆斯林不受美国的这个欺压吗 好像第一个禁止穆斯林入境的 就是美国这个总统 所以现在他又替穆斯林 在这个人权问题上大声疾呼 你可以看到这种反 就说白了 连这种行为的相反 这种行为的逻辑上的矛盾 大家可以看 不要把这个美国当成是人权民主斗士 对待穆斯林 美国是一点手都不轻 禁止穆斯林入境 那是川普上来以后第一个名 退出联合国人权法案 什么意思 我以后美国针对穆斯林进行的一些 进行一些制裁反制 你不可能了 对吧 你联合国拿我美国也没有办法 就是咱们俩呀 其实都有污点 都有污点 我可以拿你污点说事 但是如果上升到什么 法律层面上升到联合国 对不起 我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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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 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 很多问题上 相视一笑 相视一笑 你包括对俄罗斯 对不对 我希望呢 看我频道的 咱们把这个思维能提升上去 别弄个新疆好像就美国是人权斗士 第一个退出联合国人权 这个人权理事会的是美国